今天最难听的那句话是什么呢 不要怪保安员 他们打一份工的 他们没有罪的 他们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一直这样借他 明天各位保安员 记住准时上班 就是打你 甚至是伤害你身体的议员 说不会怪你 这个是什么逻辑 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议案出来 原因很简单 就是有几位保安人员受伤 是受到林卓廷议员 和尹兆坚议员的襲击 涉嫌襲击 受伤 所以需要请他们回去六口供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竟然被人说到 政治打压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 你做就是合法 我们做就是非法 你做就是关心 我们做就是不安好心 你们做就叫做行政监察 我们做就叫做政治打压 你们做就叫做还原真相 如果我们反对了你们这个议案 就叫做司法干预 那其实你们只不过是有一个金钟罩 去罩着你所有用言词 语言艺术去美化你们的罪行